新店区中山里里长潘威智 在里内的中山公园内打造了一处爱情花园 而近来栽种了许多具有意涵的植物 包括了热情炉火的火鹤 象征顺利的白鹤玉等等 另外还建置了爱情的新锁墙 希望能够让这个爱情花园的求婚胜地 更具有浪漫的氛围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新店区中山里内的中山公园 先前在里长潘威智的创意发想下 打造了一处爱情花园 为了让这处求婚胜地更完善 近来在花园中栽植了多种富有意涵的植物 包括代表爱情如火的火鹤 象征顺利的白鹤玉等等 希望能够让爱情花园充满浪漫故事 火鹤它就是心形的叶片 就代表热情热血 然后刚好两个红色的心是心心相应 另外我们种了这个白鹤鱼 那白鹤鱼就代表纯洁的爱情 它是白色的 它的叶片形状很像一只船 就好像你的爱情会一环风顺这样子 除了心心相应爱情顺利 旁边的神秘果就像是爱情的果实 因为吃了神秘果之后 酸苦滋味都会化作为甜蜜 但因为有赏味期 所以要记住人要用心经营才会长久 而里长盘慰智还以小花曼泽兰来提醒情人们 要好好守护爱情 避免外来诱惑 第三者就是一种强势的外来种 那其实强势的外来种 在植物界里面大概就是小花曼泽兰 它说覆盖住你这个植物就死掉了 就表示你的爱情就会死掉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第三者就是一种强势外来种 那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子 有钢铁般的爱情的时候 就算你是钢铁般的爱情 这个小花曼泽兰只要有一点缝隙 他就讲出来把你的爱情一直缠住这样子 所以随时要顾还自己的爱情 中山里里长盘慰智表示 由于当今社会结婚率低 面临少子化问题 所以建置这处爱情花园求婚胜地 希望情侣们来此意犹时感受浪漫氛围 促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少子化再加上年轻人不结婚 那我们也像我们中山里 这个结婚率也不是很高了 那我们希望说给提高生育力 提高结婚的情形 所以特别做了一个有趣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因为这样子 他比较愿意产生爱情 如果结婚成功 后头红色果子的朱砂根 就成了祝福的黄金万两 而除了以植物 让爱情花园更具有故事性 这次还新增了心锁墙 让恋爱中的情侣 可以将两人的心牢牢锁在一起 永不分开 地上的YES O NO就期盼每一位女主角 都能够站在YES之上 每一位男主角都可以敲响幸福终身 记者杨邦友找房奇 新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